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語言中班劉成瑜 我今天要演說的題目是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 當初,你知道嗎? 我超想學直排輪的 媽媽一直到我大班時才答應我學直排輪 我好開心 第一週,老師只有教用具的用途 其餘的都還沒開始教 週六,我在家裡穿著毛茸茸的拖鞋玩耍 想著我以後的溜冰姿態 碰!的一大聲,聲音震動在整間屋子裡 我的眼淚不受控制的流下來 媽媽驚恐的飛奔而出,把我輕輕扶起 不妙,我的右手但不能伸直 而且手還很痛 媽媽見我連手都伸不直 馬上開車帶我到醫院 到了醫院,媽媽帶我進急診室 醫生把我的手擺了各種疲勢 問我疼不疼,還說我很勇敢 接著,我們到了另一間小房間 當時我還小,不知道那叫X光式 還問醫生說,照這個會痛嗎? 我一個人在小小的空間裡 裡面有點暗,我感覺很害怕 躺著,坐著的知識都有 出來後,醫生給我和媽媽看X光照 原來裡面的骨頭裂掉了 接著,我們到了另一間大房間 護士阿姨涂了一種黃黃的水在我手上 醫生叫我把右手彎起來 裹上一層一層又一層的石膏 接著,把藍色的布掛在手上和摩托上 這樣子我的手就完全不能動了 回家後,洗澡時間到了 但卻需要花雙倍的時間洗澡 而且還需要媽媽的幫忙 因為醫生有精靈不能洗澡手 否則就得花更長的長間布園 示範時也沒手補完 連拿東西都需要別人幫忙 睡覺也得保持平躺的知識 種種的不方便,持續了一個月 終於到了開石膏的日子 我可是等了好久好久 真的好開心呀 進了醫院的房間後 醫生打算用鋸子把石膏鋸掉 我緊閉雙眼,生怕醫生鋸掉我 那小巧又可愛的小手 幾秒鐘後,我的右手終於重見天日 多麼值得高興呀 大家都已經是五年級的高年級生了 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才不會受傷 經過這次的教訓以後 我更加小心的做每一件事情 安全版第一 那麼幸福和健康就會跟著你一輩子 直到永遠喔 我的演說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